阿弥陀佛的音帝一向专制庄严妙图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经文 法藏比丘 于其佛所 诸天魔犯龙神八部大众之中 发思红事 见子愿意 一向专制 庄严妙图 所修佛国 开阔广大 超圣独妙 见力常然 无衰无变 于不可思议照载永结 机执菩萨无量德行 不生欲绝 称绝 害绝 不起欲想 称想 害想 不注色生相畏触法 忍力成就 不计重苦 少欲知足 无忍会吃 三倍长计 智慧无爱 无有虚伪产区之心 何言爱语 先亦成问 勇猛精进 志愿无倦 专求清白之法 以惠力群生 恭敬三宝 奉使师长 以大庄严 具足重行 令诸众生 功德成就 助空无相 无怨之法 无作无弃 观法如画 远离粗言 自害害比 彼此拒害 修习善语 自立立人 仍我兼力 戏国捐网 绝趣财色 自行六波罗密 叫人另行 注释 八部 吉天 龙 叶叉 前踏婆 阿修罗 加楼罗 锦纳罗 魔侯罗家 空无相无怨 又称三解脱门 观诸法空 是名空 于空中不可取相 空便转名无相 无相重 不应有所作为 无相便转名无怨 六波罗密 即为六度 波罗密 道彼岸之义 六度乃大乘佛教中菩萨 欲成佛道所实践的六种德目 不失度千滩 持戒度悔犯 忍辱度称慧 经浸度懈怠 禅定度散乱 智慧度愚痴 一文 法葬比丘于世间自在王佛所 即诸天 魔 玉界主 范 色界主 龙神等八部大众之中 宣说红世大院 历史五节建立四十八大院后 始终心智专一 以万德融成妙土 所庄严修士的佛国 挥阔如虚空 广大无边际 超圣诸佛刹 精妙无等轮 极乐净土始见中立 性体恒长 古有衰败变异之相 于不可思议 旷大九远之时节 法葬菩萨积累 培植菩萨无量德性 自始自终 不生财色的欲绝 不起脑榻的称觉 不动加害他人的害觉 内心不起欲想 称想 害想 不贪恋执着色生香味 触法六尘 能忍耐逆境为原 为饶意众生故 不计较一切痛苦 欲念淡薄 知足常恶 无有染欲 称慧 于吃三毒烦恼 恒长安住于三味寂静中 显发观照智慧 于一切法无有障碍 远离虚伪 产命邪躯之心 容色和柔 言语亲切 预先了知众生的心意 主动问训 予以及时的帮助 为原成菩提大愿 勇猛精进 无言无倦 专求大成清白之法 用以会施利以一切众生 生生世世 惜能恭敬佛法僧三宝 奉使师长 以大愿庄严 导引无量节的大成行持 以万行圆满宏愿 并将福慧功德回施于一切众生 令其功德成就 安住于空 无相 无怨三解脱门之法中 观一切法 本来祭灭 无作无起 诸法如同幻化 远离粗恶的言语 避免自己与他人的伤害 修习诚实善语 自立立人 他人和自己都得到善力 生生世世 捐弃国王之位 视线离俗冲家 杜绝财产与女色 公自行持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缠定 智慧六波罗蜜 又能教令他人 勤行六波罗蜜 按 阿弥陀佛建立净土特别法门 其成就 亦不离通途之界定会 与菩萨六度万行 无被敬业行人 已以圆融的之见 常随佛学